第十回 昨天說到陳夢吉吃完飯 坐在丸仔的樹蔭下頭樑 右手撥著大葵 左手拿著一本古文觀紙看 看看就欺負了 突然 有個年輕人走進來 跪在陳夢吉的面前大喊 雞哥救下我 雞哥你救下我 那麼陳夢吉睡到猛成成 聽到有人叫嚇了一驚 搓了眼睛 就見到是東邊川的黃玉書 咦? 他年頭才娶老婆 又會有什麼禍事啊? 那麼扶起他問說 玉書哥你起床起床 有時慢慢說 我陳夢吉怎麼受得起這麼大禮 來來來起床 黃玉書站起來 還是一味打工作泣 大禍臨頭 大禍臨頭了 大禍臨頭了 請吉哥你一定要救下我 一定要救下我 吉哥 你是足智多謀 你一定要救下我 不是我死定了 陳夢吉見到他這種情形 知道這件事真的非同小可 那麼他和黃玉書呢 自小是玩大的 雖然就不算壞資深 但是很應該幫一下他 於是就請他坐下 好 有話慢慢說 不要急 說吧 吉哥 爸爸去衙門告我不孝之罪 明天就說要抓我上堂了 陳夢吉一聽 心就打個凸 各位 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 刑法裏頭沒有不孝這條罪 但是清朝那時候不同 不孝是一大罪行 可以判斬頭 是因清朝 標榜以孝治國 所謂萬善孝為先 君要神死 神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子 不得不亡 父子就是骨肉親情 如果兒子沒有做錯事 做老爸 也沒有理由告兒子 如果老爸要告兒子 一定是兒子不對 審也不用審 現在聽起來 可能會覺得有點荒謬 但是當時 就是治國的法規 陳夢吉就知道 這個黃玉書是個獨仔 又是個文藥書生 沒聽說過 說他有什麼不孝的行為 連剛才娶過老婆好地地 他就問說 那 你是不是真的不孝 激到令尊很慘呢 哎呀 冤枉 真是冤枉 我怎麼會呢 我不會做些誤逆的事 至於說 有時他說的話 我覺得沒道理 就不聽 那就有 個個做兒子都會這樣 你吉哥也不是說 另尊說一句 你又聽一句 你說是不是 那 你爸爸為什麼要告你呢 哎呀 我知道 是那個後母啊 年初呢 爸爸說要娶他 我就反對 那我就跟爸爸吵了一頓 但是爸爸不聽啊 在我成家之後 沒多久就娶了他了 他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很討厭我了 現在我老婆的肚子都還沒大 他的肚子都燃了出來 哎呀 一定是他想獨吞爸爸的幾毛糧田 所以就疏擺我爸爸 告我不孝 我媽在小的時候 和爸爸不和 經常有爭吵 爸爸可能因為這樣的情形 就討厭我了 陳夢吉聽了之後 嘔吵頭 他很相信黃玉書說的話是真的 不過 這種事真的很棘手 所謂清官難審家務士 孝和不孝呢 阮太爺當然是聽老爸說 不聽做兒子的說 若果是後母梳擺 第一沒有證據 第二 在公堂之上 膽敢指控老爸的 本身就是不孝的證據 黃玉書看到陳夢吉沒有出聲 怕得手藤腳震 他說 吉哥 吉哥 你連袁太爺的腳也有辦法 攔住一個時辰 你一定有辦法 你救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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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打這場公司的 小弟金鳳二十兩銀給吉哥你喝茶 真是我講到做到 各位 秦穆華在罪英樓請五六個同鄉 擦大餐都不用一兩銀 二十兩銀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 對出到沒多久的陳夢吉來講 真是很有吸引力 最重要的就是 關系到明星 做訟師的 有明星才有生意 要不然 哪有人找你 況且 救人一命就勝做七級佛陶 黃玉書看情形分明被冤枉 就說 陳夢吉就裱說 你別急著 讓我想一想 他站起來 在院裡量來量去想辦法 量了兩個圈 覺得從正面反擊走不通 看來要橫來才行 又量了兩個圈 突然之間醒來 黃玉書在年頭娶了老婆嗎 他老婆生得又漂亮又年輕 而且現在又未曾懷孕 啊 妙啊 陳夢吉終於想到好辦法了 黃玉書一聽 陳夢吉說妙 知道有得夠了 他就說 敵哥 你有妙計了 你等一等 我許許就來 陳夢吉說完就轉身入了屋 過了陣 陳夢吉拿著一張紙出來 他拍拍黃玉書的肩膀說 嘿嘿 你娶了個好老婆 這魂是你老婆救了你了 將一張紙遞給黃玉書 在他耳邊如此 這般地說了一通 黃玉書一看紙上的字 又驚又喜 再聽陳夢吉如此 這般地教他 立刻笑容滿面 代好張紙 然後對著陳夢吉一一一到地 他說多謝吉哥 多謝吉哥 吉哥你真是足智多謀 第二 阮牙就開庭審這宗不孝案 唐下就跪著黃玉書 和他老爸黃文 那袁太野林世祥看過黃文的訟子之後 一拍京堂目 他說 黃玉書 你又是個讀書人 你已經知道 百幸孝為先 現在 你父親告你不孝 你禁五逆 怎麼做人仔啊 你知罪馬 黃玉書扣了個頭 他說 大人請息怒 大人請息怒 小民 實有難言之忍 小民既為人子 理應孝道 實在不敢和家父對捕公堂 這裡 有一張紙 謹請大人過目 講完 雙手把陳夢吉昨天寫給他那張紙 舉高過頭 牙差接過 遞給林世祥 林世祥打開一看 哎 生氣得不得了 對著黃文的喊話 你 你簡直是豈有此理 你簡直是豈有此理啊 各位 這位元太爺 為什麼突然間轉太 又不罵被告 罵完告呢 原來 歷史上有個遺孫公 見到個媳婦 孫姜生得漂亮 就拿來做自己的妾事 那麼陳夢吉在這張紙上寫的就是 父有為孫之心 妻有孫姜之茅 做孝子難矣 這樣 黃文怎麼都想不到 袁太爺為何突然轉太來罵自己 嚇到胡哩胡桃 只懂得猛地叩頭 林世祥罵了兩句 想了想 咦 會不會是這個黃玉書亂說 慢著 問問他老婆才行 順便看看他老婆 是否真是很漂亮 是否真是有孫姜之茅才行 於是 他又一拍經堂目 他說 孫王玉書妻上堂 那麼黃玉書的老婆呢 早就在外面等著了 一聽到叫孫了 就馬上踩著連步走進來 林世祥一看 哎呀 果然是漂亮到扔一聲 那麼黃玉書的老婆進來跪下說 文女見過大人 亦都不等林世祥發問 雙手高舉起一張紙 他說 公請大人過目呀 衙差又接過 遞給林世祥 林世祥打去一看 見到上面寫的是 丈夫所告屬實 文女不便在公堂之上 揭家翁之短 懇請大人見諒 林世祥看完之後 勾了頭 哎呀 這樣的家事叫我怎麼審呀 拿來公堂這裡判 我簡直是胡鬧 不過 這對年輕夫妻 照這樣看又好盡孝道呀 反為是這個黃民可惡呀 他就說 黃民 你唯老不尊 教壞子孫 還告什麼妝呀 你自己的家事自己搞定 以後 不得再拿這一類事來擾亂公堂 今天 我就訪你一馬 下不為例 聽清楚了沒有 退下 退堂 黃民被袁太爺散了一頓 又不知兒子和媳婦反為告自己什麼 一刻在叩頭 暗暗沉沉地說 是是是 小民知錯 小民知了知了 唉 他還哪敢跟袁太爺辯論呀 何況 他又不是真的想過兒子死 就是因為太過喜歡的後妻 就頂不住他慢慢在枕邊那裏 才為心告狀 那現在好了 袁太爺判了 老婆都沒得好說 又一聽說 行了 立刻扣了頭 急急如流亡之餘 走出了衙門 林世祥判案 沒試過這麼乾淨利落 想想都覺得好笑 那陳夢吉呢 更加是有趣 不過寫幾個字 出一條仔仔 撈了二十兩銀 而且又一次揚名香里 有了錢 生活無憂 日子自然過得休災 而游災 這一日 陳夢吉在虛牆那裏喝早茶 一進大元樓 突然 後面有一個人追上來說 吉哥 吉哥 陳夢吉轉頭望望 是虛牆和記餅家的少爺 曼徒 這個曼徒十八九歲 生得張頭暑木 自小喜歡偷雞摸狗 搞到左倫右里神爭鬼厭 他老豆萬年炳 叫作為老闆 其實那間和記餅店 只會被逃高 賺了多少 被兒子 搞到頭都痛 整天被人來逃高 前幾年 硬硬把他送去省城河南海棠寺 做和尚 打算讓他修心 養勝幾年 出來之後做一個好人 陳夢吉聽老豆說過他 現在就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回來 他就說 徒哥 久違 久違 吉哥 對了 雙請就不如偶遇 我請吉哥來喝早茶 來來來來來 上去上去 於是 兩個人就上了大元樓 曼陀特地找到角落的位置 然後豬油大包 奉爪燒賣腸粉 生滾魚片粥等等等等 叫到整桌都是 請陳夢吉不要客氣 陳夢吉見到他頭惡惡 連笑都是擠出來的 就知道他是有好急 但又不見得光的事了 不過陳夢吉不主動問他 他一尾在吃 曼陀那雙賊四周圍掃一掃之後 見到沒有人留意他 就壓下聲對陳夢吉說 吉哥 人人都說你足智多謀 袁泰爺都敬你三分 我不見了一大筆錢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得回來 怎麼不見的 唉 我和一個朋友在省城做生意 賺了一百兩銀 那就是一人分得五十兩 昨晚搭夜選回來 上岸之後 天黑路遠 怕著中途遇到賊 將他埋在山江一棵大樹下面 講好過兩天大家一起去拿 但是我今早去看看 哎呀 錢都不見了 不用審啊 都是那隻壞人拿走了 陳夢吉心想 怕不是你倆的錢都是偷回來的嗎 你今早早 本來都是想去挖那些錢的 不過光棍佬遇著沒有皮柴 被人走先來一步而已 不過 陳夢吉是做狀師 收費賺錢 無謂去追究別人的錢是怎麼來的 於是 他陰陰嘴笑 就沒有出聲 那曼圖又說 吉哥 我現在如果問他的 他當然不認 是不是 還會反咬一口 說我去偷了 兩個人怎麼咬得清啊 你有沒有辦法 幫我拿得到錢回來 陳夢吉還未曾答應 夾了一塊燒賣慢慢吃 饅頭 直至開架了 他說 如果吉哥你幫我想到一條計 拿得到錢 我寧願把十分一送給吉哥來喝茶 即是五兩 怎麼樣 陳夢吉慢慢放下茶杯 他笑著說 如果幫你連他的五十兩都拿了呢 你 可以連他的五十兩都作了嗎 如果是這樣就發達了 又是抽十分一 即是加起來給十兩 好啊 那你給五兩我才說 曼圖的心當然不肯給住 但是如果不給的 陳夢吉不肯說 不肯幫忙 於是他就說 吉哥 那你等我一會兒 我去就回來的了 立刻他就回去餅店 趁他爸爸不留意的時候 偷了五兩銀 又是走回去大元樓 陳夢吉收好錢之後 先是在曼圖的耳朵邊 如此者般地說一條計出來 最後他加一句話 你要做得好似這樣 不可以被人看穿的 各位 原來曼圖的這個朋友 叫做阿黃 十七歲 曼圖住虛長頭 他住虛長尾 他姐姐早兩年出了嫁 家裡只有一個老母 沒有人管教他 田夢夢狂 他就把樹下的一百兩銀 挖出來 現在呢 他的心還在十五十六 就在想 如果曼圖發現錢不見了 來找自己的時候 應該怎麼應付 怎樣抵賴 又或者反咬一口 又想過 看我是不是索性的走路 因為一百兩銀 足足可以快活一年半載 就在他不知怎麼好的時候 有人敲門 曼圖在外面說 阿黃 阿黃 開門啊開門啊 有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咦 有好消息 阿黃一聽是曼圖來 心本來很緊張 再一聽說有好消息 咦 那就是曼圖還沒人知道自己 挖了那些錢回來 於是就走去開門了 曼圖很興奮的入到來 見到屋裡沒有人 就很神秘地說 喂 阿黃啊 這運 我又發達了 我家旁邊那間報店的老闆 正說做了一宗大生意 有一大筆錢啊 我看見他收購在什麼地方 吃完晚飯之後 那個報店的老闆 整家人都會照例去唐邊散步 我就去偷他五十兩 埋在昨晚我們賣錢的地方 聽早就叫你 一起拿著錢去佛山鎮快活好嗎 阿黃啊聽 心想你這個蠢仔 真是蠢到沒有藥衣頂了 整定你當黑啊 好 連你這五十兩也做了才行 那就馬上說了 好啊 好啊 陶哥啊 你真是好兄弟 我們兩個人真是患難與共 純齒相依啊 以後小弟我 日月跟著你闖天下 這麼多錢 我們要花一段時間 是啊 那我現在就回去看看地形 你等我的好消息 曼陶講完就走了 吃完中午飯 阿黃就帶著草帽 拿著那一百兩銀出了虛場 就回去昨晚賣錢的地方 這陣子熱很猛 那些農民回到家吃飯 所以那些田那裏極少見到有人走 大概阿黃走了半個時辰左右 來到一棵大樹下 四周圍望望 鬼影都不見隻 三下五樂意 把錢埋回到原來的地方 但是還是覺得不放心 爬上一棵大樹 坐在樹丫那裏盯著 怕死有人來拿 一直到日落西山 四周圍靜英英 好得人害怕的時候 阿黃就有點害怕 於是他爬下樹 先回家吃飯 他一路走 一路已經想好 聽照天亮之前 就要來把所有的錢挖出來 然後遠走高飛 就不理你萬徒死人了 正所謂螳螂布蟬 王雀在後 阿黃爬上樹的時候 遠處的一棵大樹上 也有一個人在那裏盯著 這就是萬徒 根據陳夢吉的吩咐 萬徒一離開阿黃家 就出了虛場 來到這裏 爬上這棵很密的樹 躲起來就尊等阿黃來自投羅網 萬徒在樹上 其實是很難捱的 阿黃未來之前 他的心在那裏罵阿黃 等到不耐煩的時候 就罵陳夢吉 不知道這個秀彩壯師的 妓仔可不可以 一等等三個小時 最後就見到阿黃來了 興奮到幾乎下落地 他本來以為阿黃賣錢之後 就會走 自己就可以馬上挖一百兩銀 走人 誰知阿黃賣錢之後 就不走 上了另外一棵樹 萬徒就不敢動 又餓又渴 連蛤尿都不敢落地 他們硬硬頂 哈哈 最後就等到阿黃走人 現在才敢跳下來 各位 究竟後事如何呢 請下回分解